歡迎收看二分級牆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歡迎 人家說飛機上最美的風景 就是我們的空服員 對啊 上一次我們有請我們的女性的 也就是我們的空姐來到現場 太多的故事提供到 我們聽到目瞪口呆匪夷所思 所以今天我們也會有很精采的故事 當然今天是換我們的男性空服員 也就是簡稱空少會來到現場 所以我們馬上要來歡迎 坐飛機最想遇到他們的 我們的台灣的藝人團 還有我們的聯合國代表歡迎 耶 好 當然在歡迎我們空服員出來之前 我們明川老師又有新的作品 要是讓你來推薦 是的 我又出新書了 而且這出的書比較不一樣 不是美妝保養書 是一本雖然書名叫快樂瘦 聽起來是瘦身書對不對 對啊 更重要的是它是一本立志書 真的嗎 真的假的 因為裡面 瘦要快樂不容易耶 對啊 如果瘦很快樂那我幹嘛胖呢 對不對 說到這那趕快把書送給你們 不敢 不敢 謝謝 謝謝 謝謝川川夫人 謝謝 謝謝 這書裡面其實就是我教大家 怎麼樣可以很快樂的方式瘦下來 其實我也是慢慢看著他瘦的人 對啊 而且瘦五公斤真的很多 我覺得非常了解 如果我瘦五公斤的話 觀眾朋友 你們還會看法比喔呢 我們還 我們當然還是會看他 外面會的聲音齒齊比弱 就差很多好不好 臉就不一樣 所以現在各大書局 還有網路通路都可以買到了 對 已經都可以買到 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支持 好 各位支持 現在是快樂瘦啦 好 那我們現在要請他們出場了 對 我們要請到 就是機上最美麗的風景 我們歡迎最帥的空服員們 建勇 歡迎建勇 歡迎建勇 我們還有史哥 歡迎史哥 還有李來 宵水 真的 還有 還有最後一位 Alex 一般人對於空不遠的印象 幾乎都是女性擔當 但近年來航空公司 也開始打鮮肉策略 受到不錯成效 今天就請來四位空少來聊聊 他們不為人知的心酸血淚史嗎 聽說比歐啊 比歐你之前是有去考那個空少嗎 有 想當空少是不是 對 你考機長都過了吧 太誇張了啦 是不是 對 因為就是 畢業以後就 大學畢業以後我去英國 就是工作一年 學英文 然後回了回法國我去學學士 但是 但是 學一年之後就覺得 很煩 我不想繼續念書 對 那 念書沒有興趣啦 對 你會不會聊天嗎 我也是啊 剛好 因為我中小時候 很就是很喜歡旅行啊 那我就是 我覺得這個 這跟我就是很適合這個 這個興趣 那剛好我媽媽的好朋友的兒子 在Emirate上班 他跟他們上班大概六年 對 然後我們去一起吃飯 然後他幫我接受他們的工作 所以他現在住在 他已經住在Di Bai 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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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杜拜有房子 然後就是一開始是大概 留完到八萬塊 一個月 所以我就知道 還不錯啊 還不錯耶 還不錯 在杜拜當街友 一個月都兩百多萬了 是不太好 我都想去同街 然後就是他們說 他們很棒的 就是大樓 然後就是都是一起 一起有就是 下的房子很棒 是 但是那時候 我真的想聽那個學生 然後去 棉社 所以去第一個第二個 要三個棉社才可以 過三關 對 可以去那個訓練 對 然後那時候我的老師 學生的老師都跟我說 杜拜 我不要去 為什麼 因為他跟我說 如果你五年 十年以後 就是 不想繼續飛 你要做幹嘛 就是大部分他們 可能會在機場上班 當地情人 當地 對 那你想當這個嘛 你一定要選 就是畢業 再去免事 然後如果不想繼續 做這個工作還可以換 因為你有一個Diploma 可是你 10年後想幹嘛 我都會支持你啊 謝謝 謝謝 有超過10年的資歷了嗎 沒有耶 都沒有 怎麼會 最長的 飛最久的是 我們可不可以順序來一下 幾年好不好 我飛了五年 五年 飛過一年 一年 飛過一年 我只飛了三年半我就下來了 三年半就結束了 我只飛了兩年 飛兩年 那這個四位應該都賠慘了吧 還好 因為我之前的公司簽約是三年 三年以後 那還好 還好 因為約滿就落跑這樣 因為剛才比歐說 他本來想要去考嘛 然後後來他沒有 我又去過 還要去考 但是他還好他沒有去 不然我們就看不到他啦 這麼帥就當空少 嗯 在天上飛我們就看不到他了 那我想要問一下 對面這幾位有哪一位 就是還滿適合當空少的 我覺得古龍感覺起來滿適合的 古龍 他手斷過耶 手斷過 可能當空少嗎 不是 你要把人家拿行李放上去 你手斷掉怎麼拿嘛 現在不是就說外型而已嗎 他只是說外星 喔 外型 喔 不好意思 我為什麼覺得他樣子很適合 對 他樣子很適合 因為我有一些朋友 然後是 也是斷手了 對 然後還腳要坐輪椅 沒有 他是那在新加坡航空 然後他們的空服人 男生的話就很多都是像古龍這個型的 而且我跟你講 可以這樣 英文 西班牙文 總文 這個是最重要的 話語就是這個 很厲害 因為那時候是為什麼他們對我有興趣 就是因為 我可以 也說就是三個懷孕 然後在這個工作是最重要 跟那個服務的服務對不對 服務 對 對 服務 可是我覺得 可是我覺得 我不太適合 因為有一次 我沒有 耐心 就是我 就是如果 沒有耐性 對啊 如果我遇到那種客人 他們很討厭 就是一直問一直問 一直問 怎樣的問題 或者是都在洗手間 洗手間在那裡 就跟你講了吧 然後我覺得 那你會把咖啡淋在他的頭上嗎 對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這倒是真的 因為我有個男生的朋友 他也是空少 然後他就說他會遇到一些 莫名其妙稀奇古怪的事情 比如說他會問他說 要什麼果汁 那飛機上的果汁 通常大部分就是 蘋果汁 然後番茄汁跟柳橙汁的三樣 然後那人跟他說什麼 他說我要西瓜汁 不是 他說我要香蕉汁 蛤 香蕉汁喔 那你朋友是不是回答他 我 沒有 他說 他說我們這裡沒有 沒有香蕉汁 這個 為難人嘛 對 然後他說 我們這裡有什麼什麼 他說沒有 我要香蕉汁 反正他就是 我覺得他這脾氣真的 沒有啦 所以他這就是脾氣很好 所以當空服員 我們真的脾氣跟耐性要合照 對 那除了他這位 還有人適合當空少 我覺得法比喲 法比喲一定的嘛 因為我們公司還滿喜歡 乾乾淨淨的型男 而且 妳說我們很髒嗎 妳想說什麼 看起來 超氣的 對啊 妳是啊 等一下 大家有聽出端倪嗎 他剛剛說 我們公司喜歡 乾乾淨淨斯文的 那你們公司是哪一家 沒有 意思就是說 Scar本人也是 乾乾淨淨斯文型 當然 是啊 華航 華航 而且假如法比喲 就是上飛機的話 那些空姐都會 真的 連機長都開心了嗎 很開心到要跳飛機了 空中跳了 OK 一來呢 你覺得是哪一位 適合當空服員 其實對面這樣看下來 我覺得 是瞎了嗎 有前途 可以了 有前途 可不可以 你可好錄影 可不可以 不要說我 我生命啦 座航長 其實我看得出來 每一國也有這種 老的 老人 快要退休的那一種書 那不行了 飛一兩年就退休 UA的 對 飛國內線 絕對是真心誠意 不是 因為 現在消費者意識抬頭 尤其是台灣人 乘客實在是太難伺候了 可是我覺得 小梁哥的臨場反應 還有他的喜感 對 絕對可以讓 座航長完全沒有出場的 所以跟外型無關 不要補這句 沒有 人家說伸手不打 笑臉人嘛 我們就笑嘻嘻的啊 對不對 對 是不是 是 太有眼光了 真赤貨 真的 不要說謊 大家都會覺得說 空服員 空少是不是 過得還滿爽的 或者是說 他們一定 零很多錢啊 對啊 每天穿得很體面對不對 對啊 當初都是空服員 是啊 很多美女啊 自己會貼上來 周遊列國 是不是 所以說不定 他們有些辛苦 是我們想像不到的 像Alex對不對 因為我的是聯航嘛 所以說其實跟 船長航空不太一樣 所以說我們的那個 工作的項目會比較多 像我們還可能要 中間可能旅客下完之後 我們還要就是 幫忙搭掃啊 拉垃圾之類的 所以不會像大家 所想的就是說 可能喔 那就是會有人上來 幫忙清理這樣子 沒有 清潔班喔 對啊 是要看啦 可是通常 那不是賈斯汀他們這種做的嗎 沒有 這也是 不是 連航空服員來做喔 因為連航 但是 連航的薪水比較高 真的 他們薪水比較高 但是他們要打掃機艙 對 是 那我是比較表面嗎 要掃廁所那些的嗎 掃廁所大家都要 可是就是 像那種Cabin裡面的車 空姐也要打掃廁所 你說大家是說 不是連航也要打掃廁所 一般的也要啊 都要啊 菜的要吧 好辛苦喔 對啊 那根本不像我們想像中那麼熟 那待遇還很好 就是比一般人好 不要講你 你講一般 他們還可以抽成 為什麼 抽什麼成 免稅品 不是 免稅品本來就可以 點一瓶水還都可以抽 是嗎 對 沒錯 C 吃什麼東西都需要錢 所以說我們 就是我們只要服務什麼東西的話 都是要 另外免稅錢這樣子 然後都有辦法可以抽成 那上面是不是空少比空姐多 如果以我們家的話 我是覺得有點 那好多 我們那時候在法國 從南法馬賽飛回巴黎 就是做連航 那邊上面空少帥到一個 不行 然後你就會 所以因為大家都想跟他們聊天 或講話 就應該跟他一直點東西 不餓也點東西吃 不可以點東西吃 那他會不會自己來推銷咧 比如說 因為他可以抽成嘛 他就會有很漂亮 那種很帥的 很親切誠懇的笑容 問你要什麼 你就看著他就什麼都要這樣子 對啊 那來問說 要不要吃點什麼 吃個泡麵嗎 所以最害人家點什麼 點泡麵嗎 是這樣嗎 對啊 我們記上我們 超愛賣泡麵 因為我們上面的泡麵的話 其實它比地面上還要貴很多 然後因為通常 我們家 整個機場都聞到 對 賣到快要沒有 賣到會咻笑 就是賣到就是 怎麼辦來不及跑了 賣到咻笑啊 對啊 就是太多包 然後一直跑跑跑 一包賣多少錢 一包賣 一包賣 一包 哇 那我問我們可以自己帶 對啊 我們自己帶 可以嗎 所以麻煩你們幫我泡一下 可以嗎 會啊 我就說 沒有 就不幫你加水 不可以外帶 沒有提供開水的 沒有 我沒有提供 假如說如果是 那我們自己帶開水上去呢 沒有 要被 夠了 沒 啦 開水才要買 就是有你們兩個種奧客 我好奇啊 我有一次就是 做一個美籍的航空去紐約 然後你知道那個飛程比較長 對 然後因為我曾經做過 其他的航空公司 其實在那個中間有一段點心時間 會送泡麵出來給大家吃 對…會 所以我都一直認為說 非常成 就會有泡麵吃 是 對啊 對不對 我也這麼覺得啊 對吧 是不是 飛什麼英國還什麼都有 對 可是我就有一次 就是要飛美國的途中 中間有一段 不是點心時間 但是是睡覺時間 全黑的 可是我就是 隱約聞到泡麵的味道 然後我就 被那個味道吸引了 我就整個人醒了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莫名覺得很餓很餓 我想說 喔 我聞到泡麵味 那表示應該就是有泡麵可以吃 可是因為那時候是休息時間 所以空姐並沒有在 就空服員沒有在走來走去 我就自己往前走 走到那個空服員帘子裡 我還很有禮貌的 就先跟他叩叩叩敲門說 Excuse me 然後再叩叩叩 Excuse me 然後就有個空姐出來 把帘子打開來 然後我跟他說 嗯… Well You know 我就跟他說我肚子很餓這樣子 就說那是不是可以有什麼東西 我還沒有辦法 我還沒有辦法直接說出泡麵兩個字 因為我想說這個要求可能太無理了 我跟他說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吃呢 你知道 美國人對問話都比較迂迴嗎 他說嗯… OK 前面他就說前面那個 那個餐車那邊有一桶 有各種那個堅果可以讓你吃 可是我明明聞到泡麵味啊 對不對 我就這樣 嗯… But… 我就看了一下 欸 空姐在泡泡麵 有泡麵啊 我就說 嗯… 我就指著那個泡麵這樣子 就你知道那空姐很厲害 他就這樣子 看著我一眼 看著這個泡麵 再看著我一眼 然後英文跟我說 喔 這個是我自己買的喔 我的 所以我們沒有泡麵 那邊有 堅果你隨便 all you 真的喔 對 他就這樣子讓我 聞著泡麵 帶著堅果離開了 我之前飛的時候 呃 我們有一些固定的航線 是會比較長程的時段 它中間會有一餐是固定提供泡麵 對啊 對啊 但是其實就是還是請大家要 設身處地方空服員想想看 飛機的空間就那麼一丁點大 對 然後大家吃泡麵都湯湯水水的 其實 呃 很多人可能一碗兩碗三碗的吃 那些 因為湯都沒有地方到 所以我們都要想辦法 可能到廁所 到水槽 或自己喝掉這樣子 對 對啊 我都 欸 我都喝掉 喝光 所以其實 其實 呃 我以前飛的時候 我們大家的共識就是 最害怕的真的就是客人點泡麵 我跟我所有的親朋好友都說 你如果飛長班 請你千萬不要叫泡麵 因為只要一吃泡麵 大家都要吃 對… 對我們來講是很大的困擾 但是 就是就我所知在我離開之前 公司頒布一個德證 就把泡麵都取消了 喔 德證 就沒有這個東西了 對 所以我的前東家現在常搬 理論上應該是沒有泡麵 哪一家 哪一家 他這家 喔 那家怎麼都待不長啊 對啊 我想說那我旅客我自己帶可以吧 對不對 我就想吃啊 不行嗎 其實可以 自己可以嗎 對對我們後來就會幫客人泡 然後我們也會很開心 因為客人就 其他客人就對不起我要泡麵 我們就會跟他說 不好意思啊 這客人自己買的 既然又我想要問你 就是當空少的起見 有沒有最討厭人家叫你做什麼事情 這應該是所有空服員都一樣 我最討厭的人叫我幫他搬行李 蛤 可是我怎麼看到空服員在搬行李啊 沒有 這是上下飛機的時候嗎 大家都覺得空服員要搬行李 可是我後來發現 其實空服員是不幫忙搬行李的 不應該的 這不是他們的工作 就是你自己要帶這麼重的 登機箱上來 你自己要有本事把它扛上去 真的 而且不能放在腳邊喔 一定要放上去嘛 他們好像是真的 不是他們的工作職責之內對不對 對 因為其實搬行李這個動作 很容易讓 就是空服員會受傷 所以其實航空公司基本上都會 不鼓勵空服員幫客人搬行李 可是如果你真的有困難 那我們還是可以幫忙 甚至我們也可以請其他乘客一起幫忙 那為什麼有某家航空公司 一定要那個考身高測試的時候 手還一定要摸到上面的那個 那個行李箱 對 他們都有身高的那個限制 因為那個除了是 行李貴的高度之外 有一些機上的討身設備 就是在那個 可以在上面 我的手腕斷了之後 那個 我當然 真的有斷過吧 真的有耶 不是我亂講的嗎 我當然不行嘛 因為我怎麼做嘛 然後那個行李非常重 然後有一個是男生的空服嘛 是 然後我直接看到他 我覺得不需要講話嘛 他直接看到我 用眼神耶 對啊 用那個很困難的眼神 他直接看我就 smile 什麼意思 心裡 他就 smile 然後我壓著話的時候 他突然就 離開了 我覺得我好可憐 然後隔壁有一個 他這個弄太小了 你該要像命運的去搭車這樣 可是 這很明顯嘛 可是現在真的很多空服員 在飛機上 我覺得他們好厲害喔 怎麼樣怎麼樣 他們就是 裝盲跟視而不見的功力 都越來越強 真的會嗎 真的啊 尤其是那個大家上下飛機在 吵雜跟慌亂 跟大家在搬行李的時候 所有空服員一致的 都會開始檢查安全設備跟 一直拿那個overover的那個 拿來講話這樣子 真的嗎 都好忙喔 你們是故意裝盲的嗎 還是真的嗎 基本上那個是 比如我們正常的流程這樣子 所以登記的是 我們通常就是回報這樣子 那要怎麼裝盲 比如說現在花姐 她有一個行李要麻煩你們 你們要怎麼裝盲 讓她看不到 好重喔 好重 先生 姊佑 姊佑 先生 我真的行李真的 好重 怎麼辦 再重也不會由你重吧 對 我現在也 怎麼辦啦 如果是女生的話 我們就會說 那我幫你一起抬 我們一起抬上去 然後放上去的時候 半圖 請我不要說就兩個合力就對了 對 因為如果很常 就是我們一起搬 然後乘客說好 然後結果我們放上去那一瞬間 她手就抽走 然後輕力就掉下來 然後就打到手 對 要兩個人一起 可是萬一我很矮呢 我這麼矮 那我就會請 就是會請Scott來幫我 就拖另外一個人下水就對了 對 要一起 絕對不是你完成這件事情 怕受傷嘛 真的 可是我常看他們都在幫忙 好奇怪 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知道了 就是行李的部分 對 盡量自己搬 不要麻煩空服員 對 那依萊呢 聽說你很喜歡飛長班 為什麼 因為長班 其實真的可以出去走走看看 然後我覺得這個工作對於 增加你的眼界 確實有很大的幫助 你不用花很大的成本 就有機會到不同的地方 去走走看看 比如說三年裡面 我可能已經有機會到 阿布達比的沙漠去看星星 然後到 好高質 到阿拉斯加去看冰河 還有你們還常常看到極光什麼的 有有有 而且我們有一些小特權 我不知道這個講出來 會不會被錢東家罵 就是 我們那班的機長 也很照顧大家 然後他在飛過那個領空的時候 看到極光 所以他就call我們後面的組員說 所以我們的極光 是在你的面前這樣子 真的 而且他們每一個人都有看過極光 我多羨慕啊 我也想 工作很爽耶 都沒有發現什麼 而且外站聽起來就很開心 你事我都不想回家 沒有 我就說外面的世界很好 OK 但是你有曾經跟陳柯發生衝突過 對 對… 是什麼樣的狀況 其實… 我覺得當空腹員要有一個很重要的人格 特質就是像小梁哥這樣 要打不還手 罵不還口 我覺得這是一個 對人的表證 是… 可是我自己遇過一個很糟糕的客人 他是行動有點不方便 所以他上飛機的時候 公司就已經把他安排在 經濟艙的第一排 是不是手斷掉其實好咧 還是在裝手斷掉 對… 所以現在相認 其實那個客人很可能就是鼓勞 對… 他反正腳不方便 所以我們把他放在經濟艙第一排 然後也跟他說 你如果需要上洗手間 你可以去上商務艙的 然後吃完飯以後 他就買了一瓶酒 買好酒之後 過了三分鐘又按了服務鈴 請我們比較資淺的女生的同事去 說 現在請你把我所有的行李都拿下來 我要想想看 我這一瓶酒要放在什麼地方 然後我們 妹妹就把他所有的行李全部搬下來 他的過了大概十分鐘 他又按服務鈴 他說 我的酒放好了 請你把我所有的行李放上去 天啊 又過了十分鐘又按服務鈴 他說 我不想要買威士忌了 我想要買紅酒 你幫我把所有的行李搬下來 我要把這瓶酒退了 換一瓶酒 來來回回三次 怎麼會這樣 對 然後到最後一次 妹妹已經快哭了 我就說沒關係 我去 我幫他把所有行李放上去 然後蓋上行李艙 跟他說 你確定這是你要買的酒了嗎 是 然後他就不愉快了 他就說叫你們座長長來 覺得你口氣不好 對 然後他叫座長來之後 座長當然就跟他 他跟他道歉 也要求我跟他道歉 我說 我不覺得我需要跟他道歉 可是因為那個是一個 這就是他離開的原因 你幫我道歉太多 真的 對 那是一個長班 所以以後來只要我經過 他就會 架我拐子 蛤 好幼稚喔 好幼稚喔 你這樣做到底是為了什麼 他比我幼稚了 真的耶 還有賈斯汀 然後還不只 賈斯汀都不會這麼做的 是 因為他真的不方便 所以他上十九千的時候 他就去前面商務艙上 是 然後他出來的時候就很用力甩門 就撞到前面的姐姐 然後他撞到前面的姐姐 還很大聲的說 你們空腹都幹嘛 好狗不擋路 你知道嗎 然後前面的大哥就非常的生氣 然後已經要跟他衝突了 然後大哥也立刻打給機長說 我們落地的時候 請你馬上叫警察 然後中間幾個小時 他老婆從來沒有出現過 聽到落地要叫警察 他老婆就出現了 他老婆就說 對不起 他有躁鬱症 他生病很久了 你們原諒他 拜託我一定會控制他 你們不要再生氣了 然後 大家就算了 他沒事 但是我經過的時候 他也是一直不斷的架我拐子 然後我就已經跟後面的組員說 沒關係 落地以後出了機艙 我就下班了 那我們就 你就可以揍他了 到時候叫 所以真的有嗎 沒有沒有 結果一落地 莊長好像有聽到風聲 就說 依萊你去檢查所有的機艙門 然後我檢查完的時候 他已經離開飛機了 那像之前 Scott之前是牙醫 對 我本身是牙醫這樣 牙醫當空腹員 你說當空腹員之前是牙醫 對 然後不當牙醫去當空腹員 牙醫削海了 對啊 為什麼啊 因為不想每天被弄在枕間裡面 就不想每天 因為那時候覺得就是 每天都在看病人的口腔 然後就覺得 好想看他外面的世界 哦 然後我朋友就說 我長得像空 就是有空少年 然後我就去考 對 你是空少年完全 然後後來我就去報考這樣子 然後 其實在考試過程中就是 因為是牙醫所以常常會受到質疑 質疑 就是可能考到最後一關 然後他覺得說 你是牙醫 為什麼來當空腹員 為什麼來做服務業這樣子 應該有女乘客看到你 目瞪口呆的很多吧 對你特別好 對 就是女乘客對我還滿好的 就是 我記得我之前飛個東京班 就是 就是有個女乘客就是 特別指定要我去幫他賣免稅品 對 然後指定嗎 指定我這樣子 可是買免稅商品不是輪班的 不能指定嗎 但是他就是跟那個組員說 他想要請我去幫他賣免稅品 然後當下我就想說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這樣子 好特別 但我事後過去就是 很順利的賣完之後 然後 後續就是有收到他的 公司的讚美函 就是說 我說我笑起來很親切這樣子 然後那個時候我還是實習生 所以 拿到就是收到讚美函的時候 覺得心裡很開心 那丹丹呢 你之前的女朋友也是空姐 我有特別指定一個空姐的經驗 但不是指定她買免稅品 是 是到我出房去找她 然後當時交換了電話號碼 就開始交往 然後我就發現空姐 包括空少這個行業 真的是非常非常地辛苦 對 因為她就是經常是半夜要飛 可能半夜三更就要起床開始化妝 然後就開始準備上飛機 上飛機 明明自己很困 但是還要對客人才有歡笑 對 所以這點我蠻佩服的 真的 而且你知道 早班機的空姐的妝特別濃 為什麼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你們如果去做早班機 現在有很多紅眼班機 哇 那個空服員的妝都好濃好濃 因為第一個就是摸黑出門 所以下手比較重 亂畫 對 第二個就是氣色不好 所以都畫好濃 我每天想說 奇怪大腳的 你們是要把我們嚇醒嗎 是啊 他是要把你嚇醒啊 那賈斯汀呢 你也教過空姐女友 有有 我有交過空姐女友 然後 怎麼會 謝謝 我那個女朋友 他跟我講一個故事 他剛好要起飛的時候 起飛的時候你不能站起來 你都要坐著那個椅子上 對 但是有一個老阿公 他想說 我想去尿尿 然後飛機就開始起飛 那個時候不能啊 不行 他就站起來這樣 然後我那個女朋友說 不行 不行你要坐下來 要坐下來 他就說 我要去尿尿 他說不行一定要坐下來 他就坐下來 結果他自己拿那個塑膠袋 蛤 在那個塑膠袋裡面 喔 他真的忍不住了 你覺得這個誇張 他的意思是說 你說站著不行 那他坐著尿可以 對 他的意思就這樣 你覺得這個誇張 這已經很誇張了耶 當那個燈已經換了 就可以站起來 他把那個袋子這樣 折起來 給我女朋友 交給他耶 你幹嘛不自己丟啊 對 好誇張 我想要問一下 你們有沒有讓你最印象深刻的狀況 一來 有沒有 我有一次飛布里斯本的時候 那一趟我是打廚房 然後突然有一個妹妹來跟我說 大哥大哥 那個廁所裡面有一個伯伯 睡著了 褲子也沒穿上來怎麼辦 我說不可能 然後我就馬上走過去把門推開 一摸他的頸動脈 他已經就是沒有脈搏了 真的還假的 所以其實那時候 如果我們的航班有他 可能就會比較好 對 因為機長馬上就 就是立刻Page Inductor 然後我就跟另外一個 應該是黑人的女生的護士 幫那個伯伯做CPR 然後做了大概15分鐘吧 那個護士就說 其實應該已經沒有機會了 我們給他一點尊嚴 然後我們就把一排椅子清空 然後讓伯伯躺在上面 我們就繼續把工作做完 做完以後我就蹲在椅子旁邊 陪伯伯講話 我跟伯伯說 我說對不起 我沒有辦法好好幫你這樣 然後那個是布里斯本的六天班吧 然後下飛機 飛機到了以後做完筆錄 伯伯的女兒在機場等他 就把他接走了 然後座唱長 機長 還有前面的姐姐都很關心我 我就說沒關係 等一下我們帶你去吃烤肉啊什麼 我說不用不用不用 我就自己在一到房間門 就是我門一關上 行李都沒放 衣服都沒脫 我就崩潰大哭 就在房間裡關了 那幾天啊 在那邊停三天多 對 天啊 所以我覺得其實 大家可能都看到這個行業 很光鮮亮麗的一面 但是其實 空服員對於每一個乘客來講 都是很重要的存在 然後大家不要覺得 他們只是飛機上的服務員 一定要好好的尊重他們的專業 然後也要珍惜這些 為你守護飛行安全的人 對 你來一定覺得很自責 他真的是性情中人來的 對 要是早點發現的話 對不對 是 那那個Alex呢 你有遇過 我的是 真的假的 對啊 也有 飛機上沒有鬼故事 等一下你是說 你是說飛機上的鬼故事嗎 對啊 就是有遇過 那個鬼故事的話 它其實就是 因為我們在起飛前 是起飛後 起飛後之後 我們就會開始賣東西 然後賣東西的時候 因為可能那個航班是紅眼班 就沒有很多人 所以就有看 就是我們要推車 然後推車經過 要經過那個乘客的時候 臉是就是像我們這樣很正常 然後就推過去 因為會左看右看 然後看到的時候發現這個人 他這樣就是 一個紙片你知道嗎 就是扁扁的 就是 你是說 你這樣過去 你看他正面是好的 但是你穿過他的時候 發現他側面是這樣一片紙一樣嗎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是不是看錯啦 就覺得很可怕 然後就整個冒冷開 想說怎麼辦 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想趕快就退回來好了 趕快去跟其他組員講說 你快一點 幫我看那邊是是有人幹嘛的 對啊 就好像卡到印一樣 然後就覺得很可怕 如果你的組員去看有人嗎 沒有 他就說你不要再鬧了好不好 因為那時候因為都是 已經是夜行了嘛 他當然是會開一點燈這樣 對 然後那時候 因為我們人數又沒有很多 就一般四個人 然後大家就想說 你不要再鬧了好不好 從一些 因為我們知道 我說從泰國飛回來 就覺得說 你不要覺得好像從那邊帶回來 什麼東西 對啊 優本一定的 泰國 對啊 什麼幹嘛幹嘛的 可是紙片人也可以搭飛機吧 我覺得 我如果成功受成紙片人 我還是會去搭飛機的 對啊 紙片人為什麼不能搭飛機呢 可以的 下一個 金耀 你有遇過這樣子的狀況嗎 我是從 就是從中東回來的飛機 中東 也是鬼故事嗎 有一點 有點 溫馨 有 溫馨 那就算溫馨的故事 好的 然後就是有一個老太太在飛行途中 然後她就 來廚房 然後就說 我可不可以跟你要一杯水 我要給我老公喝 然後我們就說 可以啊 那OK你 然後就給你 然後就順便問她一下說 那你老公坐在哪邊 然後她就說 就那邊那邊 指了一下 然後我們就OK 然後就回去了 然後大概過了一二十分鐘 換成那個老公公就來廚房 然後就說 我肚子餓了 有沒有一點東西可以吃 然後我們就說 有 那這邊有很多堅果 怎麼都一樣的 原來我就是這個老公公 都是用堅果打發 可是有一些點心之類 你可以拿 然後我們就順便 就想要跟她聊一下天 就說 那你剛剛那個 你太太有 有跟我們 要一杯水給你喝 這樣子 然後她就說 她就突然間臉色有點愛上 然後就說 不可能 我老婆現在在下面貨艙 天啊 因為飛機的貨艙有時候 不只是會載貨 有時候也會載一些像 動物或棺材之類的 然後她就是在外地 可能她 老婆就已經亡生 然後就是要把她帶回家這樣 落葉歸根這樣 那等一下 請問前面那個太太是 對啊 就是 不知道前面太太到底那樣 可是就會覺得很溫馨 就是換一個角度想 她就是還來幫她老公拿東西這樣 而且還被一直涼涼的 怎麼會這樣 好浪漫喔 既然也有人真的很好 他還安慰我們 說這個 對啦 OK 超帥 可是那個什麼 Scar你說 有一個什麼飛機上 會有可怕腳步是不是 就是我們常辦的時候 我們主員通常會休息 然後我們睡覺的地方在 輪流嘛 對 然後在飛機的上層 然後通常我們是上下鋪 然後我記得我在睡的時候 就聽到就是那個 牆壁有腳步的聲音 對 就是 扣扣扣扣 而且是有就是很像 走路那種聲音就對 然後當下我就覺得 欸 這個聲音是平 就是跟平常的聲音不太一樣 因為通常比如說是什麼 想要說真的有什麼 主員在下面走動的話 不應該這麼的 就是這麼的規律這樣子 對 然後那時候心裡就很毛這樣子 對 但是我身材有帶護身符 所以當下我就覺得 很不想再休息了 所以我就趕快起來了 我就趕快就是 就 就簡短休息時間 真的 所以是沒有看到 是有那個 只有聽到聲音而已 對 也沒有來藥水什麼都沒有 這樣好多了啦 為什麼連飛機的故事 都可以變成靈異故事 對啊 好恐怖喔 那就是搭個飛機嘛 對啊 那像 童童咧 妳有沒有搭過那種飛機 然後妳有那種難忘的經驗 有 我有一件非常難忘的事情 因為通常我們對空服員的印象 就是 永遠都笑容很親切 然後很端正義 一卓非常體面 但是呢 我有一次 就是真正看到空服員 驚慌失措的樣子 就是有一次 我應該是上海飛北京 然後那一天 因為天氣狀況非常不好 所以一直亂流很大 然後那一次我們要下降的時候 降了三次都降不下來 因為已經晃到就是 有大怒神的那種心癢癢的感覺 然後那天呢 就是因為空服員 有時候要系安全帶嘛 然後空服員他們有自己的位置 然後就跟我跟我朋友 面對面坐著這樣 然後我朋友旁邊 他就前面的那個空服員 他就已經非常非常緊張 緊張到他兩手都這樣 抓著他的椅子 整個人就在一起發抖 然後嘴巴一直唸唸有詞 然後那個整個飛機 是這樣子這樣子 畫成這樣 然後呢 因為坐我旁邊的是男生 然後那個空姐 他就看到女生這樣子 驚慌失措 他也覺得 很心疼這樣 他就伸出友誼的手 然後拍拍他的膝蓋這樣 就叫他安慰他就說 沒事的 沒事的 我們會平安降落的這樣 他就安慰那個空服員 然後我就覺得 那個空姐好可愛 因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可能也是比較嫩 比較菜一點 所以他可能沒有碰到 這麼大的亂流過 所以他真的非常害怕 然後反倒是乘客 比較平靜 比較冷靜 然後去安慰他說 沒事的 沒事的 我們會平安降落的這樣 結果後來那個空姐 可能也是很感激他 有這樣子安慰他 結果我們要下機的時候 他就送了一瓶紅酒給他 很好啊 很棒的經驗 他也是人啊 也會有情趣嘛 對不對 這是好的 我印象比較深刻是負面的 唉唷 我坐瑞士航空 那我想說瑞士航空是一個 應該很好的航空公 所以瑞士 是一個國家 但是 只有這樣來評價 應該吧 我不知道 但是我們坐晚上的飛機 然後從台灣到瑞士 然後我覺得我後來發現 晚上坐飛機還滿不好的 因為他們晚上剛上飛機 可能過了一兩個小時會送餐嘛 但是後來 因為總共坐了14個小時的飛機 後來還有早上有一餐 但是中間七八個小時都沒有食物 他們可能覺得七八個小時晚上的時間 大家要睡覺 結果在飛機上根本沒辦法睡覺 那最大的問題還有 我前面的螢幕壞掉了 我沒辦法看東西 你可以投訴啊 叫他換位子啊 沒辦法 坐滿了 很慢 對 然後我就走在那邊七八個小時 快餓死 我真的說不來 我是一個每三四個小時 一定要吃東西的人 那就 我沒辦法那麼久 跟他們要啊 他們會給你食物啊 結果啊 結果啊 All in All in 你那麼愛解決我啊 我真的快瘋 那個椅子還很小 真的 我覺得 瑞士那麼久 前面我家怎麼有那麼爛的飛機 這個狀況有辦法解決嗎 就是當全部飛機都全滿 真的沒有辦法換位子 然後他電視又壞掉 然後他又很餓的時候 第一個 因為我們公司有泡麵 所以就趕快先給他泡麵 先安撫他一下 然後 如果電視壞掉的話 你們就會過去陪他聊天 陪他聊天 就會譬如說有一些雜誌或報紙啊 就是問他要不要看啊 如果他真的再不要 那就來廚房陪我們聊天啊 他可能那麼好啊 欸 不錯有空間嘛 我問一下台灣人很熱情 你知道我瑞士人嗎 他們根本不想跟我聊耶 完全 哦 不行 我有一次因為電視壞掉 然後因此拿到三十美金的那個 券 真的喔 可以喔 不是 但是你弄 三十元的券跟要很無聊十個小時 你要什麼 因為上次呢 我們女性的空輔員空姐來的時候 她們都有講說 她們可能有人就不當的觸摸到 她們的身體 對 性騷擾 男生會有嗎 怎麼可能 會嗎 男生真的有耶 像我就是在登機的時候 因為客人他們就我們就說歡迎登機嘛 對不對 然後其實那時候就會開始斷微笑 然後她就直接手就過來 然後摸我胸部一把 蛤 然後我還 男帶女的 是男的 然後她 那你有開心嗎 沒有 喂 對不起 對不起 我那時候就很錯愕啊 對啊 你的反應是什麼 我那時候就這樣 你摸了嗎 還是怎樣 什麼之類的 對 然後後來 然後因為她不是台灣人 然後想說好吧 算了 就這樣 不行啊 你們要保護自己了 對啊 前面三位有嗎 有嗎 有嗎 有被你曾經 健佑之士沒有 身體的觸摸 我沒有到摸啦 可是因為我是 我們主員的座位 有一個是會面對乘客的 然後那個時候 我面對的那個乘客 就一路都對我 一直微笑 很棒 然後我就覺得 那這乘客 很友善 對 很有禮貌 然後結果要下飛機的時候 他就說 你們在這邊待多久啊 我在這邊有飯店有房間啊 你要不要 一起出來玩啊 這樣 直接 很巧我們剛好 遇到的都是男生 我比較直接被 我是真的有被碰觸到 蛤 碰到哪裡啊 我那時候飛 應該是一個東南亞 是叫你拐子喔 你確定 不是不是不是 是一個東南亞的航班 然後我們在 Boding的時候 就有幾個日本的小男生 就特別活潑 然後飛機上上來 只要看到空少 就會很興奮 然後就幾個人 我一直叫 卡哇伊 卡哇伊 一直叫 然後我送餐的過程裡面 他們幾個人 稀鬧中間 然後我就整個彈起來 然後我彈起來以後 坐在他們後面一個 應該是泰國人 或是東南亞籍的一個男生 就站起來很大聲的說 Be polite 就是請你有禮貌一點 這個日本有沒有紅色褲子 喔對 我也 就我都來這裡認清了 可是是夢多 應該認識吧 夢多 是夢多 我想問一個問題 是 除了這個被摸了之外 我想問 因為你們空少 然後空姐 都說語言要有一點天分嘛 要學很多種語言 對不對 基礎的 英文 台語中文 是 你們做這個起飛廣播之前 你們知道你們在講什麼嗎 什麼意思 有些是硬背的對不對 因為我之前 我上一次坐飛機 都看著小廁紙念的啊 不是我上一次坐飛機是這樣 那個人他拿那個廣播說 各位旅客 今天你們好什麼什麼什麼 就很清楚 然後那個台語 大家好 今天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換英文的時候 我說 各位女生 你們好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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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一通 含糊混過去這樣子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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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總有一種語言是他不拿手的嘛 對 所以我想問你們知道你們在講什麼 你們有這樣尷尬的動作嗎 知道你們在講什麼嗎 知道 可是因為我們公司是 就是每一個語言都會 因為我們公司很多不同國籍的人 所以那一種語言就會由 那個母語系的組員來講 你來啦 你來啦 我之前有幾個大學同學是空服員 然後他們真的就是 因為他們就是說 空姐今天會有流傳說 我們要從基層做起 慢慢的我們就要服務到商務艙 頭等艙 你自然會 真的嗎 空哨也有這樣子的概念嗎 我們就沒有 因為 沒有服務艙跟同等艙 對 真的沒有辦法 對啊 什麼只有經濟艙 可惜了 那會不會有一些 兩個人沒來演去之後就到廁所 情侶或度蜜月的 你真的有就沒辦法 因為我最好奇是這麼小 很難發揮 大家有聽說過的情形 飛機上多少都有真的發生過 那通常像常班 中間兩餐吃完之後 燈都是關掉的 都希望大家睡覺 黑黑的 對 可是偶爾你就會看到 比較空的班機 不知道他們是剛認識 還是真的是情侶 可能 男生 跟女生蓋同一條坦字 然後 女生的手就有 頻率很高的動物 真的太兇了 我們就安安靜靜的走過去就好 只要他們沒有打擾其他客人 就大家盡興就好 你看聽了那麼多不為人知的故事 搭飛機除了要注重國際鯉魚之外 還是要多給他們一些關愛的眼神 對不對 最後的時間我們留給我們明川老師 是 我推出了新書快樂壽 現在各大通路都可以買到 也希望大家可以跟著明川老師 快樂壽 壽得快 好 那是一定要啦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二分之一強 下次見 拜拜 拜拜